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重点却是继续腾野先生的可贵品质 腾野先生本名腾野研究狼 作者把他当成是自己一生中唯一的导师 直到去世还一直把他的照片挂在墙上 可见腾野先生对鲁迅的影响至深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上野的樱花烂漫的世界 往去却也像翡红的青云 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 头顶上盘着大辫子 顶在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 形成一座富士山 也有接伞辫子盘得平的 除下帽来 油光可见 宛如小姑娘的发肌一般 还要将脖子扭几扭 实在标志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 有几本书买 有时还值得去一转 躺在上午 里面的几间洋房里 倒也还可以坐坐的 但到傍晚 有一间地板 便唱不免要咚咚咚地响的震天 建议满房烟尘抖乱 万万精通实事的人 达到 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 医学专门学校去 从东京出发 不久便到一处一站 写到日墓里 不到怎地 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墓 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 这是名的移民 朱顺水先生 客死的地方 仙台是一个市镇 并不大 冬天冷得厉害 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乌以稀为贵吧 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 并用红头绳系住菜根 倒挂在水果垫头 尊为焦菜 浮现野生者的卢慧 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 写美其名曰 龙舌兰 我到仙台 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 不但学校不收学费 几个职员 还为我的食宿操行 我先是住在监狱旁的一个客店里的 初冬已经颇冷 蚊子却还多 后来用被盖了全身 用衣服包了头脸 只留两个鼻孔出气 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 蚊子竟无从插嘴 居然睡安稳 饭食也不坏 但一位先生 却以为这客店 也包办求人的饭食 我住在那里不相宜 几次三番 几次三番地说 我虽然觉得 客店兼办求人的饭食 和我不相干 然而好意难却 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 于是搬到别一家 离监狱也很远 可惜每天 总要喝难以下咽的玉梗汤 从此 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 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 解剖学 是两个教授分任的 最初是古学 其实进来的是一位 黑兽的先生 八字虚 戴着眼镜 夹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 一将书放到讲台上 便用了缓慢 而又很有断挫的声调 向学生介绍自己的 我就是叫做 藤野炎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 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 在日本发达的历史 那些大大小小的书 便是从最初到现在 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 起初有几本是现状的 还有翻课中国译本的 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 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校的 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 在校已经一年 掌顾颇为熟悉了的 他们便给新生讲远 每个教授的历史 这藤野先生 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 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 冬天是一件旧外套 寒蝉蝉的 有一回上火车去 致使管车的 疑心踏实扒手 叫车里的客人 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 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 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 大约是星期六 他使助手来叫我了 道德研究室 见他坐在人骨 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 他其实正在研究着头骨 后来有一篇论文 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 你能抄下来吗 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曲 他收下了 第二三天便还我 并且说 此后每一星期 也要送给他看一回 我拿下来打开看时 狠吃了一惊 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 原来我的讲义 已经从头到末 都用红笔天改过了 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 连文法的错误 也都一一定正 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 他所担任的功课 骨学 血管学 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工 有时也很任性 还记得有一回 滕野先生将我交到他的研究室里去 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 是下壁的血管 指着向我和爱地说道 你看 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 自然 这样一移 的确比较的好看些 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 实物是那么样的 我们没法改换它 现在我给你改好了 以后 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 口头答应着 心里却想到 图还是我画得不错 至于实在的情形 我心里自然记得 学年实验完毕之后 我便到东京玩了一下天 秋初再回学校 成绩早已发表了 同学一百余人之中 卧在中间 不过是没有落地 这回腾野先生 所担任的功课 是解剖实习 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 大概一星期 他又叫我去了 很高兴地 仍用了极有一扬的声调 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 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 所以很担心 怕你不肯解剖尸体 现在 总算放心了 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 使我很为难的时候 他听说 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 但不知道详细 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 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 还叹息道 总要看一看才知道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 本级的学生会干时 到我狱里来了 要借我的讲义看 我捡出来 交给他们 却只翻捡了一通 并没有带走 但他们一走 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 踩开看时 第一句是 你改悔吧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吧 但经托尔斯泰新进引用过的 其实正值日俄战争 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 开手便是这一句 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驯 爱国青年也愤然 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 其次的话 大略是说 上年解剖学实验的题目 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 我预先知道的 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 莫为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 因为要开同级会 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 莫一句是 请全数到会 勿漏为要 而且在漏子旁边 加了一个圈 我当时虽然觉得圈得可笑 但是毫不介意 这回才误出 哪字也在讽刺我了 由言我得了教员泄露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 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 一同去劫子干事 托辞检查的无礼 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 终于这流言消灭了 干事却又竭力运动 要收回那封匿名信去 结末是 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 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 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 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也无怪他们疑惑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 第二年 天骄梅军雪 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 一段落已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 便迎几篇时事的篇子 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面 给俄国人做侦探 被日本军捕获 要枪毙了 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 在讲堂里的 还有一个我 万岁 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 是每看一篇都有的 但在我 这一生却特别的刺耳 此后回到中国来 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饭的人们 他们也喝上不醉酒式的喝彩 无法可想 但在那时 那地 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 我便去寻腾野先生 告诉他 我将不学医学 并且离开着仙台 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 似乎想说话 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 先生教给我的学问 也还有用的 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 因为看得他有些欺然 便说了一个未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 怕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的帮助 他叹息说 江走的前几天 他叫我到他家里去 交给我一张照片 后面写着两个字当 西别 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 但我这时 市值没有照相了 他便嘱咐我将来照了寄给他 并且实时通信 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 有多年没有照过相 又因为状况也无聊 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 便连信也怕敢写了 经过的年月一多 话便无从说起 所以虽然有时详写信 却又难以下笔 这样的 一直到现在 竟没有寄过一封信 和一张照片 从他那一面看起来 是移去之后 又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的 我总还时时记起他 在我所认为我失的之中 他是最使我感激 给我鼓励的一个 有时我常常想 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 不倦的教诲 小而言之是为中国 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 大而言之是为学术 就是希望新的医学 传到中国去 他的性格 在我的眼里和心里 是伟大的 虽然 他的姓名 并不是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 我曾经定成三后本 收藏着的 将作为永久的纪念 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 中途毁坏了一口书香 失去板箱书 恰巧这讲义 也遗失在内了 则呈运送局去找寻 寄无回信 只有他的照相 至今还挂在 我北京玉居的东墙上 书桌对面 每当夜间疲倦 正想偷懒时 仰面在灯光中 瞥见他黑瘦的面貌 似乎正要说出 一阳顿挫的话来 便使我忽悠良心发现 而且增加勇气了 于是点上一支烟 再继续写些 为正人君子之流 所深恶痛极的文字 鲁迅 三六五读书 每天和您分享读书的快乐 想要了解更多内容 欢迎您关注 三六五读书微信公众号 DUS365 或者新浪微博搜索 三六五读书 后面加个V 您还可以加入我们的QQ群 298-520-912 和潮语进行交流 或者您还可以通过邮箱 120-681-5220-at-qq.com 向潮语推荐您想听到的文章 潮语在这里 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